像議長最近有提出這個輸油公共化的政策 這個輸油公共化的政策應該也引起後不夠的討論 像議長你的想法應該是你想說這個公共的部份 如果是我們一間一間去應該是不符 如果我們有辦法來補助這些輸油 可以讓這些家長比較直接來收益 這樣會比較近 你是不是這樣想法 是因為輸人的誘致園 誘致園 原來是我們社會主管的一部份 今天我們要改善人口減少的問題 當然應該把輸人的主管誘進來公共的體系 大家共同來改善這個問題 但是當期來說 我想議長應該也當然 就是我們應該是想辦法去推薦這個公共特有的部份 因為特有的這個措施間接到 包括一個國家的人口的政策 包括這個教育的政策 所以說不可以完全幫助這個市場機制的這個輸油來控制 所以說提關這個公有的這個比例是全世界的苦勢 經濟這個OECD以開發國家裡面的統計 其實出息到三回公共特有的比例 他們是差不多四十五趴 我們台灣現在差很多 差不多十趴 那如果不及人的四分之一 那人OECD跟三回到六回的這個公共特有的部分 是差不多有六十七趴 台灣現在是三十趴 不到一半 所以說去年其實教育部也有選擇 這個選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價位就是要推薦這個公共特有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 其實議長你現在把這個 這個政策 給名做這個 這個 這個 主要公共法 意思也是人動公共法 所以說 等級來說 我相信議長也是人動 我們就是怎麼來一步一步來推薦這個公共法 這個特有應該是你的想法 是 我簡單跟林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推動公共法這個政策不改變 不論是前載基礎建設的經費 或是政府總議上的經費 我們便利的繼續推動 當這兩個議選 當一行完成後 我們大概公共法的比例可以每到百分之四十 我們三十左右 三十幾個到百分之四十 但是 我們這個公共法政策結束推動的東西 一方面就告入了效率 因為我們去年 我們的孩子一年已經生 不到二十萬個了 所以為了一方面為了效率 所以我們用公共法的精神 跟社會人的教育體系 跟他們入了公共法的體系 精神保持住的 做法的 是新加進來 並沒有去拜託公共法繼續推動 其實我是在這裡 跟議長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公共法的政策 就是這個暗算說要投入三百億 其實 經委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還是照現在媒體看到的這個所需 其實本來的教育部 原本的這個 古代誘致到公共法的價位 是八十一億 這個三點七倍 一樣的這個錢 那照本來的教育部的這個價位 我們 這個三百億 拿來用一樣的方式 可能在二雄二雄年度 可以增加十萬的誘致 可以去進入這個公共投資的這個範圍 其實這個時候 就由三十八到六十八 就接近這個OECD國家的這個水準 當然我知道說 我們也不可能說 要去找地方都會有 但是我們在補助這些 這個輸入的時候 其實就要去看這幾年的這個變化 因為除了議長你在台南的時候的這個政策以外 其實過去這幾年 從地方到中央 也有很多這種頂貼 這個頂貼的這個政策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在這裡 跟議長提示 其實應該我們要 針對這些變化 去想辦法 不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經濟這個主界中处的這個統計 這幾年這個公有的這個部分 平均的收費是 為這個三千九百多塊 下降到三千七百多塊 所以說這完全不合理 因為它的這個收費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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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這個公共特有的部分 真的是說有比較多 但是這個輸贏的部分 所要提高 這個提高的部分 就是這個很多專家 其實都有在提倡 說對中央到地方 一直打開 這個頂貼一直打開 是造成這個所有的這個收費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說 要怎樣 把這個來改進 不要說這個 把這個 補貼 越頂貼 結果這個家長的這個負擔 是越高 所以說這是我 在這裡 要把這個院長提倡的 因為我們現在 接下來這個政策 跟這個算是說 演繡 過去這個 頂貼的這種政策 這個算是說 來演繡下去 所以說我 我願望說 院長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是 林委員我聽你的意思 但是你 我如果跟你說明 比較清楚 我們所有公共法的政策 參與過去 直接補助 現金補助 是不一樣的 他基本的精神 就是說家長 他把孩子帶來公立 有利益 他還是帶來 有參加我們公立 公立的 所有公共法制度 這個頂貼 有利益 他所付的費用 所接受的台股 其實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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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行政院的這個版本 比較有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醒 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醒 就是說 我們這個 現在有這個三百億 不管說 商務要多少錢 就是說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我們其實已經是有法 提供做公共特有的部分 但是可能本來是沒有經費 所以我們這個三百億 應該是說多少錢 如果有優先 如果有這種地方需要經費 我們就隨便來做公共特有的 這個出席的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百億 下去 不然村的地方 這裡來繼續補助 這裡輸有的部分 是 我跟林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公共法的政策 不然是優先的政策 那麼這個 屬立的優先公共法 它這是一個輔助 輔助的這個政策 並不是說我們 屬立優先公共法 一行之後 公共法 本身公共法政策就不去 它還是說 非營利優先的政策 就不去 它這個會繼續 它這不就是 輔助的一個政策 其中之因 所以我願望說 再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 我們 推薦的時候 這個公共特有的部分 就是像剛才剛才所說的 我們應該是要依這個為主 要慢慢接近這個OECD 再加上這個水準